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今天指出 市民在農曆新年加外出拜年 加上有恢復營運行業 如食肆員工等接受病毒檢測 本宮過去四天的新冠病毒即時繁殖率持續上升 擔心隨著政府在年初七起 大舉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未來兩星期的即時繁殖率 及確診數字或會持續上升 大舉放寬了 當然放寬了之後 亦會預見確診數字和即時繁殖率 都會上升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留意這方面 盡量不要去到報復式消費 或者報復式的外出 不要去到極端的聚集 他呼籲市民要有節制 密作報復式消費或外出 不要極端地聚集 否則第四波疫情難斷尾 梁卓偉又表明自己會接種疫苗 並準備在港大醫學院營辦的疫苗接種中心營運的時候 率先打針 據悉 港大醫學院營辦的中心 負責接種Beyondtech疫苗 北京營辦的疫苗 既然是有特效的 一筆